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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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來談一個 跟過去方向不太一樣的一個主題 就是基督教往東方 在亞洲的發展 那這個特別跟我們介紹的這個時期有關係 因為等到進入中世紀的時候 這個基督教就慢慢形成一個 比較是以西方為主體的一個宗教傳統 那我們今天大部分的刻板印象 也比較是這樣子 就是把基督教看成是一個 比較是西方的 西方的宗教 西方的這樣的一個宗教傳統 那事實上 在我們所介紹的這個最初的這五百年 至少到第六 第七世紀的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基督教在三大洲的發展 幾乎是同樣重要的 在亞洲 在非洲跟在歐洲 是同樣的有各自不同的這個成長跟發展 那事實上就人數來講 就人數來講 在北非洲的基督教傳統 甚至比歐洲或亞洲曾經有更高的人數的比例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介紹東方還有亞洲 那將來介紹奧古斯丁 我們到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 會介紹奧古斯丁 這位有點把基督教整個在初代的宗教傳統 極大成的一個重要人物的時候 我們也會來介紹北非 非洲地區的一個基督教的發展 所以這樣子我們至少在觀點上 會比較平衡一點 就是對東方對還有非洲南方的 有一些這樣的理解 比較不會像今天很多的刻板印象 甚至是一般的歷史書裡面 常常有一點點是獨尊西方的拉丁的傳統 我在前年的第一點有提到 就是我們讀到一般的基督教概論的書 通史的書 很多都是獨尊西方的拉丁基督教 那東方的正統教會 甚至還有一些在偏遠地區的 常常會被忽略 那聖經本身的發展 新約聖經本身的發展 事實上這個名單 對基督教這個經典的接納 也比較是以西方傳統為主的 那不過我們其實看到 在新約聖經這本書裡面 不管是福音書的作品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本聖經裡面的歷史書 就是《使徒行傳》 他們談到的那些發展的領域 其實是在亞洲 今天的亞洲 在巴勒斯坦 在敘利亞 甚至阿拉伯這些地方 可是後來慢慢慢慢的印象就往西方去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慢慢成為 這樣帶有一些刻板印象 或是甚至帶有偏見的這樣的一些描述或是名詞 譬如我這邊提到中東這個字 其實是完全西方概念所使用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中東甚至遠東這樣的語言 我們就知道它是西方中心的一種思維 中東對我們住在台灣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西亞 那南北的觀點更沒有被帶進來 所以我在前言先提到這個 我們今天怎麼樣以一個 比較非西方主流觀點 也來探討基督教的發展 我想這個是應該有它的意思 那在第二小點的地方 我舉了幾個例子 舉了幾個例子 讓大家可以來做一點的思考 那事實上我們先談時間點 先談時間點 一般談到這個西方基督教後期的那種突破 就是它的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是談到航海時代 那哥倫布所象徵的所代表的一個 走出歐洲大陸的一種航海的新發現 那它的這個Enterprise 它的一個企業心的一個擴展 常常被稱為是Indian Enterprise 印度的一個企業 那這個印度其實是 很有意思是剛好象徵它的一個誤解 它跑到這個今天的中美洲的時候 它誤以為它已經到印度了這樣子 所以它把那個地方的人稱為印度 印度人 印度群島 那後來不得不我們知道地理上 才把這邊稱為西印度 然後真正的亞洲這邊稱為東印度 那這個Indian Enterprise本身其實是非常有意思 就時間點來講我這邊提到 跟後來的這個Dagama Dagama Dagama是一個葡萄牙出生的判險家 那他發現印度的時間 我們如果把兩個時間點拿來看 其實只有差六年 西方宣稱哥倫布發現這個中美洲 還有今天的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這個名字當然也是 跟西方教會的概念連在一起的 那這樣的一個覺得這個 哥倫布發現這個新大陸 所謂新大陸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突破 但是Dagama其實在同樣的那十年當中 他已經來到印度了 在印度也有相當突破在貿易上 在他所要達到的目的 要找香料 發掘新的這些重要的素材 有相當大的突破 那時間點不但像 其實還可以做一點點的聯想 就是哥倫布的印度企業 如果你跟Dagama的另外一個印度企業 比起來的話 其實哥倫布的印度企業造成對在地的這種挫傷 我們今天有時候有的人用這個traumatic 這種創傷 心理學上說的trauma 那種心靈的創傷 對這個拉丁美洲來講 這個哥倫布引進來的這樣的一個 帶著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的一個勢力 當然背後有宗教的那種力量在裡面 對拉丁美洲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創傷 學者指出這個 在哥倫布到拉丁美洲之後70年內 70年內 70%的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已經消失了 消失了 那這樣的一種創傷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說是無知造成的 或者是一種文化的衝突造成的 因為大部分死的人不是因為軍事行動死的 是被病菌感染 被病菌感染而死的 西方人把病菌帶到拉丁美洲 造成非常多的接觸的原住民傷亡 那我這邊舉這個例子 其實是要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在西方的基督教的發展 跟東方基督教的發展 非常不同的地方 西方的基督教總是帶有一種的 軍事的武力的那種 征伐的文化的感受在裡面 給人的一種感覺 那換句話說 當西方的基督教成為主流的 成為主流的 他帶有非常強大的政經軍事的力量的時候 他所到之處造成的一種的 一種最在地的衝擊也好 或是甚至是傷害也好 反而是更大的 那反而你比起來的話 東方反而比較沒有這樣的一種現象 像達加瑪我們看到的 他其實他的路線也很特別是 他繞過了非洲南邊 然後從好望角繞了一圈上來 然後到達印度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跨越當年 這個地中海為中心的航海的一種概念了 他已經是繞過南邊 到過南邊來做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用這兩個做例子比較 其實讓大家思考 一個是時間點來講很像 東西方在很多的新發展 新突破上時間點是很像的 但另一方面你又發現 那種文化衝擊性不太一樣 我們上一次開學沒有多久 給大家看過一個BBC的影片 在談基督教往東方發展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要看最後一小段 我們上次有最後小段還沒有看 跟我們今天主題有關 就是這個基督教的力量最後推到 推到遠東所謂的遠東的地方 但之前在那影片就已經提到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說基督教在東方比較不是以一種 強勢的宗教的形式出現 不是以一種強勢宗教 今天這個強勢宗教這個語言 已經變成是一個被討論的 強勢宗教 Strong religion 強勢宗教一直是宗教結合 往往結合政治經濟的力量 或甚至軍事的力量 去帶來對其他地方的一種衝擊 那東方的基督教的發展比較不是這樣子的 它常常是藉著商人 藉著一些知識分子 然後它總是以少數人的方式 在那個大的主流社會裡面生存 所以在那樣的一種夾縫中生存的一種 東方基督教或東方教會 他們採取的手段常常是一種協商式的 商人會去協商出一個空間 是一種妥協式的 通過對話的 然後為這個基督教的團體 找到一些生存的空間 知識分子則是藉助他們具有的專業能力 去爭取到一些他們可以表現的 可以在社會裡面受到尊重的方式 所以這樣的一種的不同 我們覺得我們就可以看到 是東西方是有一個可以拿來做對比跟討論的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年代 在我第二小點裡面提到的 就是西方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就是教宗大歸鉤力 在第七世紀的時候 派了一位宣教師 也是他在修道院的時候的同學 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跟我們這學期結束要介紹的 那個神學家奧古斯丁是不同的人 所以這兩位奧古斯丁 我們通常都用他們後來工作的地名來區別他們 那這位奧古斯丁被稱為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里的奧古斯丁 那換句話說 他就是英國第一位被封為 坎特伯里大主教的 這個主教的奧古斯丁 是一位宣教師 那另外那一位奧古斯丁 我們將來介紹的 他是在北非 北非加太基的地方成為主教 那他一般我們稱他是Augustine of Hippo 他是在西坡這個地區擔任主教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就是基督教從歐陸延伸到了英倫山島 今天的大不列顛的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 對拉丁基督教來講 常常覺得很重要的發展 那但是我們上次影片其實也有提到 雖然這個奧古斯丁帶著這個基督教去到英國 但英國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基督教的這種種子在那邊了 奧古斯丁後來去只是強化了整個英國基督教的快速發展 那這個年代我覺得也很有意思是我們拿來跟今天要介紹的比較的時候就很有趣了 因為這個堪特伯里大主教奧古斯丁他過世的時候是604年 他五百七十年八十年左右他就已經去到英國 在那邊工作了二三十年他在604年過世 他過世的時候剛好我們看到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東方的基督教 這個聶斯多留教派 後來到中國被稱為警教的 他們已經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中國 所以東西方一做比較 一個是歐洲的基督教傳到大英帝國大不列顛 那在東方的方向他其實遠到另外一個這個當受遠東的中國 所以這樣的一種時間點的對比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西方跟東方有一些很可以拿來做為平行思考的地方 那後來到第八世紀的時候 在歐洲最重要的一波宣教工作就是等到日耳曼蠻族 我們西方史上稱的這個日耳曼的蠻族 那稱他們是蠻族 野蠻人 Babarian 其實他們這些人是今天歐洲的主人 是今天的英國人 德國人 法國人 但這些人當年在第六 第七世紀控制了歐洲以後 反而是從愛爾蘭派出非常多修道院的修士 去向他們介紹基督教 那這些歐洲非常重要的宣教活動都比警教還要慢 所以你要這樣比較的話 東西方的發展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不能只認為基督教就是一個西方宗教傳統 它只有往西方的一種的發展 只是東方最後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伊斯蘭教的興起 那我們上次看的那個影片也有提到 第七世紀之後 伊斯蘭宗教的興起對在東方的基督教 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談到 其實第一個接受基督教的一個小國家 小國家是在今天敘利亞跟波斯邊界的小王國 亞美尼亞 阿爾貝尼亞 這些都是小小的王國 他們接受基督教其實比軍事坦丁大帝 三百一十三年在西方接受基督教 時間還早 早一個世紀 所以這些對比我們都可以看到 讓在東方基督教發展本身 可以有它特別的一種獨特的地位 那很多人會說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這個多瑪 耶穌的一個學生多瑪 被派到印度去向印度的國王傳教 那多瑪去印度傳教的故事 常常被西方的歷史家說 這個是傳說 這只是傳說 不可信這樣子 不可信 那雖然今天印度的基督徒是非常深信這一點的 印度現在最古老的一個教會 在印度南邊就叫做 Mathoma Church 就是聖多瑪的教會 他們相信這個多瑪在第一世紀末 就已經去到印度了 但是西方基督徒會說 這個歷史證據不足這樣子 但是很有趣的是 當這樣子的一種批判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大部分的歷史家 其實也不太相信彼得就是羅馬 第一個教宗 對西方教會這個最重要的傳統 稱彼得曾經在羅馬當主教 所以今天的教宗制度 是從彼得一路延續下來的 這兩種說法你看 當要接受歷史的檢驗的時候 其實都有它的挑戰性 所以這樣來說的話 多瑪到印度去的傳說 也是可以被賦予一個比較有意義的 一個角度來看 好 那我們就慢慢來進入 這個東方發展的部分 那我在第一小點提到 《使徒行傳》裡面有一個經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在《使徒行傳》16章16節 保羅 我們之前介紹 這位基督教最早的重要的一位創建者 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宣教師 他自己用巡迴方式 建構了基督教最早的這些教會的網絡 那他在《使徒行傳》16章 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 他說他在小亞西亞的地方的時候 想要往北邊走 到亞西亞省去 當時在羅馬統治底下 今天土耳其的北邊 就是小亞西亞的北邊 稱為亞西亞省 他說他想要往亞西亞省去的時候 他說聖靈阻止他 禁止他過去 我們今天不知道保羅用的這個宗教語言 說聖靈阻止他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用比較一種歷史性的了解的話 表示他遇到了一些障礙 遇到一些阻礙 以至於他不能往那邊去 所以他就決定要往西邊走 所以《使徒行傳》16章16節 常常被人家定義或詮釋為說 這是基督教後來往西方走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因為保羅想要往亞西亞去不行 只好往西邊去 後來我們看到他跨過歐亞邊界 他就進入歐洲 進入歐洲先在希臘半島 接著到義大利半島 甚至最後他有可能去到西班牙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很想要去到歐洲最遠的 大西洋的比端 所以這樣的一個說法 確實給了很多人這種印象 基督教好像特別要往西方去 第二點 我們在談亞洲的時候不要忘了 這個時候的亞洲 其實是以波斯跟羅馬帝國的邊界 作為亞洲的一個邊界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 這個耶路撒冷 或者是說這個巴勒斯坦 算不算亞洲 或者算不算東方 其實在當時候的 羅馬帝國的世界的概念裡面 其實還不算真的算是外面 他們會把跟波斯帝國的邊界 就是今天的兩河流域一帶 才稱為是文明跟另外一個文明的邊界 所以這個界線有一點點 跟我們今天所說的歐亞的分界 又不太一樣 總之很有意思的是 最早的基督教的發展 就是剛好在這個邊界發生的 所以我在第二小點這邊開始提到 第一位有這樣的故事的 就是《多馬行傳》 《多馬行傳》這本書 沒有收在《新約聖經》裡面 是一本《外經》 有的學者稱它《衛經》 《衛經》 《衛經》其實說它並不是用真名 真的作者寫的 有《外經》的意思只是說 它不屬於正典裡面 那這本《衛經》《多馬行傳》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的故事裡面就提到《多馬去到印度傳教》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裡面其實滿有戲劇性的 就是說耶穌祂有十一個門徒 那他們按照耶穌的命令 就是耶穌要他們到各地方普天下去傳福音 結果他們就抽籤 抽籤看誰抽誰要去哪裡這樣子 結果《多馬》就抽到印度這樣子 《多馬》抽到印度 那抽到印度的時候 《多馬》就很不高興說 為什麼我要去印度這樣 他拒絕去 那這本書裡面很有趣就講到 耶穌又出現了 這個耶穌的出現當然是 復活以後的耶穌的意思 那耶穌出現以後就跟一個印度來到 然後這個耶穌撒冷的商人偷偷跟他說 那邊你看到那個人是我的學生 我要派他到你們那裡去 你可以去找他 然後邀請他去你們那邊 那這個商人其實是印度國王派到這個地方來 誤設這個能夠去幫他建造宮殿的一個使者 這個印度國王昆達法 結果那個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 當這個商人接近多馬的時候 多馬也看到了耶穌在那邊 所以多馬就乖乖的接受這個指派 就到印度去了 這個故事背景是這樣 那很有趣的是 去到印度之後 那個故事更有戲劇性的發展就是 他去到那邊多馬去見了國王 國王跟他說你要幫我蓋一個宮殿 結果這個多馬都沒有動靜 他都沒有做任何的行動 那根據這個故事 其實多馬跟他的老師耶穌一樣 是木匠背景的 所以其實他有這個專業 不是沒有 但是他去到印度卻沒有動靜 所以後來國王就生氣 就把這個多馬關到監獄裡面 因為他沒有履行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結果那個很有趣的是 晚上這個國王就做了夢 那夢裡面呢 他看到夢見多馬已經替他在這個天上 蓋了一個宮殿 就是說替他蓋了一個這種靈性的宮殿 那雖然沒有替他蓋一個物質性的宮殿 好像替他 好像在未來他預備了一個他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很有意思的是 後來根據這個傳說 這個國王就允許多馬在印度各地方 自由的可以傳教這樣子 那根據這個多馬行傳這本書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就發展出今天印度的聖多馬教會這個傳統 多馬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在福音書 新約的福音書裡面 他被稱為懷疑的多馬 因為當耶穌被定十字架之後 復活向門徒顯現 根據這個福音書 他向門徒顯現的時候 唯一不在場的就是多馬 所以多馬就很懷疑 所以我除非自己看到耶穌 他這個手上有釘痕 那他這個肋旁還被兵釘用槍 這個刺了一槍 我親自去摸到他的傷痕 我才相信他真的復活 那根據這個我們看到左邊的這個 這張的圖像 就耶穌出現 再次向他顯現 跟多馬說你來摸 那當然這個圖很有意思 他真的畫多馬在摸這樣子 那根據福音書的記載 多馬是沒有去摸 多馬反而看到 就做了一個信仰告白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角色 就是在使徒當中 他可能是比其他學生 有更大的戲劇性的轉折的一位門徒 那後來他就變成是所謂的使徒多馬 使徒多馬 他就被派到印度 所以你看到左邊這張圖 是印度教會做的圖像 就稱他是Saint Thomas of India 稱他是印度的聖徒多馬 那今天學者在推測他是怎麼去印度的 如果他真的從耶路撒冷去到印度 他怎麼走的 那很有可能是他沿的這個 今天的阿拉伯半島 然後到底下的地方 然後坐船過去到印度的這個西岸的地方 那確實今天我們知道在這個印度的這個沿海 西岸的沿海地區 有早就已經有很多猶太人的社區在那裡 猶太人的社區在第二世紀 就已經在這個印度的西岸 有好幾個猶太人的社區 所以多馬去到印度這個路線 航海路線也好 或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只是這個多馬行傳並沒有被列入到正式的文獻裡面 這是多馬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在我的第三點裡面提到的一個愛德沙的故事 那這愛德沙其實是屬於當時候在波斯跟羅馬帝國中間的小王國當中的一個 這個小王國叫做亞迪亞貝尼 它有一個這個首都叫做愛德沙 愛德沙是非常重要的 愛德沙當時候是南北的重要的交通要道 從這個非洲要到敘利亞 甚至到今天的斯拉夫民族俄羅斯的地方 一定要走這條路 南北 連接非洲跟這個小亞西亞北邊這樣 那就東西方而言 其實剛好就是從羅馬帝國要往東方去的一條重要的大道 那後來我們知道這條路被稱為斯路 因為他成為這個silk 斯的最重要的通商的一條路 那換句話說可以說愛德沙幾乎可以稱作就是斯路的西部的起點 那他剛好是南北跟東西兩條大道的交會點 那在這個地方有留下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 在愛德沙這個城市的檔案 有這個一個故事就是阿布甲王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其實根據歷史學家的觀點 認為他比那個多瑪的故事好像更不可信 但是他這個故事本身有非常有趣的地方 這個故事就是說這個阿布甲王寫了信給耶穌這樣子 那寫信給耶穌的時候他告訴他說 我的眼睛已經快要失明 那聽說你是一個有名的healer 你是一個有名的醫治者 你能不能來這個醫治我的眼疾這樣子 那很有趣的是耶穌也給他回了信 根據這個檔案 那耶穌回信是說我沒有空這樣子 我有其他的事情 我這個最重要的工作在這邊還沒有完成 我沒有辦法跑到你那邊東方去 但是我呢 我會派一個學生去幫助你這樣子 那根據傳說這個學生也是多瑪 但多瑪自己沒辦法去 他又派了另外一個學生叫做塔迪伍斯 那塔迪伍斯在敘利亞文裡面叫做阿代 阿代 所以這個後來有一本書叫做阿代教義 我們等一下下面會再談到 這個也是今天留下來的文獻 就談到這一位不是耶穌真正的核心門徒 是比較外圍的 耶穌外圍的學生群裡面的一位 他就去了這個見了這個阿布甲王 那故事傳說是這樣子 這一位門徒去到阿布甲王的時候 手上帶了一個一張一塊布 上面有耶穌的像這樣子 那當這個阿布甲王看到耶穌的像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得到了醫治 那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是 這個故事成為後來在東方教會裡面認為 為什麼今天有留下耶穌的圖像的一個源頭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 特別描寫得非常生動 就是阿布甲王眼睛事實上是有缺陷的失明的 那右邊這張圖更清楚在表達 把耶穌他的圖像的出現 開始出現 這是另外一張愛德撒的耶穌圖像的這種 後來留下來的其中的一幅 那一再被複製 一再被複製 你可以看到他的圖像蠻像的 比較有一點點東方的味道 那我們記得我開學的時候介紹 有稍微提到耶穌到底今天怎麼 大家怎麼去想像耶穌的長相的時候 其實有這兩個傳統在 一個傳統就是比較是東方的傳統 就是從愛德撒來的 就是左邊的這張圖 那西方在天主教會裡面 則有另外一個傳統 則是說到這位女性Veronica 那Veronica的故事也是可以說是經外的傳統 不在聖經裡面的傳統 那聖經裡面福音書只有提到耶穌要 要走向十字架的被定在十字架的道路的時候 他走向那個刑場的時候 路上他喊他很口渴 所以有人拿水給他喝 那根據這個傳說 拿水給耶穌喝的這位女孩子 就叫做Veronica 她不只是拿水給耶穌喝 她還拿手帕替耶穌擦拭她的汗水 那結果當他擦拭耶穌的之後 他的那個布上面留下了耶穌的像 那這是另外一個傳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左邊這張圖 其實如果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如果把它在放大的時候 這個耶穌走向十字架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拿水給他喝 給他擦臉 在這張這塊布上面 其實已經看到耶穌的那個面容 已經出現在這上面了 那這兩個故事當然我們知道後來 就很多問題跑出來 到底耶穌長什麼樣子 我們上次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比較像是東方的這種概念 是比較像左邊的這樣的圖 愛德薩的圖 比較像這樣的一種感覺 那今天BBC BBC有一個研究小組 用巴勒斯坦人的頭骨 跟巴勒斯坦人的特徵長相 重新試著要把耶穌描繪成 巴勒斯坦的地方的著名的景象 就是右邊這張圖 那這個其實只是告訴我們 其實耶穌到底真的長什麼樣子 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今天剛好在介紹的是這個 愛德薩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很重要的是 就是後來這個阿布甲王根據這個傳說 他就接受了基督教了 接受了基督教我們翻到第二頁 在這個故事裡面提到 這個阿布甲王他其實是成為歷史上 第一個基督徒的國王 那這樣的故事當然學者很多懷疑 但下一個阿布甲王的故事 大部分的學者就認為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那就是他的直系祖子孫阿布甲巴士 阿布甲巴士 他是在第二世紀末第三世紀初的時候 統治愛德薩的 那確實剛剛提到的這個 在波斯跟羅馬帝國中間的幾個小王國裡面 包括亞美尼亞還有包括阿迪亞貝尼 曾經在第二世紀末第三世紀初 有相當多的人數包括官員甚至國王 可能是接受基督教的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我們可以看到 東方基督教進入這個政治領域 成為這個有擁有政治實力實權的 國王的一種信仰 在東方似乎比在西方還早 那可以看到的是 不管是剛剛講到的愛德薩的故事 或者是那個剛剛講到的那個小王國的故事 這個福音已經傳到非西方的亞洲地區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阿代 他的那個留下來的那個文獻阿代教義 他則是說真正把基督教帶到敘利亞去的 是通過一位猶太的基督徒托比亞斯 他是一個商人 那這樣的故事相當符合我們後來看到 往東方發展的非常多的故事 通常是藉由猶太人或者是希臘化的猶太人 接受基督教以後 那借著商業貿易的路線 往東方傳到這個亞洲來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如果第一波把基督教傳向東方的是猶太人 包括多瑪 包括剛剛講的多比亞斯 第二波把這個基督教帶到這個東方去的 是敘利亞背景的人 那這一位塔提安是在初代基督教研究裡面 常常提到的 他的老師是非常有名的殉道者尤斯丁 那尤斯丁其實是初代基督教裡面 非常重要的護教家 他為了要為基督教辯護 用希臘文寫作了好幾本護教書 那他的學生塔提安本身是敘利亞人 那他覺得真的要名副其實的 讓基督教在他的文化跟族群裡面生根 他主張用敘利亞文來成為研究基督教的語言 那這是其實非常有意思的一種身分認同的問題 在西方慢慢的基督教從希臘文 最後轉成拉丁文 拉丁文後來成為西方基督教最主流的語言 也是一種的 我們說用一種語言作為認同來講的話 他其實變成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語境 用拉丁文寫作成為一種的主流 但是我們看到在第二世紀到第三世紀當中 像塔提安這樣的人 他就開始使用敘利亞文來為基督教寫作 他自己認為自己是亞洲人 他甚至認為許多的希臘文明都是從兩河流域 小亞細亞在傳過去的 希臘人當他們 希臘人的幾個小城邦 當他們到東方來殖民的時候 其實從東方的這些文化學習到很多的文明跟宗教傳統 再帶回到西方去這樣 這是他的一個很有趣的看法 那他也寫了第一本的耶穌傳 那這耶穌傳其實並不是他自己創作的 他就是把新約聖經的四本福音書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這本書有人就把它叫做福音和參 就是把四本福音書裡面完全一樣的部分 重疊在一起 把不一樣的地方把它參雜進去 讓它融合在一起 那變成一本好像是一本整合過的耶穌傳 這可以說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做法 那他的這本書 我們看到最早就是用敘利亞文寫作的 我中間這張圖是他的敘利亞文抄本的一個圖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段時間 除了猶太人之外 第二波把基督教帶到亞洲的 是以敘利亞文化為主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那這些人呢 很有意思的是他們大多走的是沙漠的 修道的這樣的一種方式 我的第六小點 第六小點裡面提到 這些人他們都走的是引修的方法 他們在沙漠在洞穴裡面 用一種苦修的方法 這些裡面當中好幾位 後來被稱為東方的沙漠教父 沙漠教父 因為他們都是在沙漠當中 用靈修引修的方式 所以他們留下來的作品並不多 比較是以行動的方式 那一位歷史學家Muray就形容說 他們其實是最像耶穌的形象的人 他們覺得耶穌當年在傳道的時候 好像就是以一個無家可歸的 一個巡迴的步道家的方式 在到處遊行步道這樣子 家無橫產 那這些東方的基督徒呢 他們好像要學習這樣的一個模式 他們就發展出一種 這種引修的一個傳統 那結果這樣的一個傳統很不幸的 等到羅馬帝國跟波斯發生 好幾次戰爭以後 羅馬帝國慢慢的把幾個邊境的國家 納入到羅馬的統治之下的時候 敘利亞人的這樣的一個宣教運動 就受到了阻礙 那接下去下一波的宣教工作 是由波斯人開始的 所以你看他一層一層的往外延展 最早是這些所謂的到外地去貿易的猶太人 接著到敘利亞人 下一波則是波斯人 那波斯人呢 是因為跟羅馬帝國跟波斯這兩邊的一個戰爭 敵視 加上後來等到基督教大量的在 大規模的在被這個羅馬帝國迫害的時候 繼續就把這些學派往東方推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第七小點 波斯人當中一個非常有名的學校 就是這個尼西比學校 School of Nisibis 他們其實是波斯人開始的 最早在愛德沙的學院慢慢慢慢後來推推推推 就推到這個往更東方去了 那這樣的一個修道院也好 或是一個學校 後來就開展出了 比較以波斯文化為認同的 這樣的一個新的傳統 那我這邊在第七點提到說 這個後來經過一場的神學爭論 在東方跟西方 慢慢對基督身上擁有的兩種 人性跟神性的關係 發展出兩個不同的傳統 那這個神學論真有點複雜 但是我們記得上次看的那個BBC影片裡面 這個主持人 他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在給我們形容這樣的兩種看法 一個是他把油加到水裡面 那油浮在水上面 形成一個杯子裡面 你看到下面是水上面是油這樣的一個情景 這就是所謂的東方教會的概念 也是這個聶斯多流派的概念 主張耶穌在耶穌身上 他同時擁有人性也擁有神性 那這個人性跟神性是沒有混合的 他是以一種各自獨自存在的方式存在的 那你還記得他用另外一個方法來比喻西方的基督教的看法 他就是把這個紅酒倒到水裡面去 把紅酒倒到水裡面去 那紅酒跟水就融合在一起了 整杯看起來是比較淡的紅色這樣子 那在西方的教會 特別是北非的埃及的這個教會傳統 主張在耶穌基督身上神性事實上已經把耶穌的人性怎樣 把他吸收到他裡面去 所以根據這兩派的說法 其實他們爭議點在於 對耶穌身上到底是神性已經主宰了他的人性 還是神性跟人性同時在耶穌身上是獨立運作的 那對東方的基督徒來講 保有耶穌的人性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相信耶穌如果不是一個 從出生到他死都是一個完整的人性的話 那耶穌今天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成為人這件事情就不完整 他們很害怕西方教會的說法會過度 讓耶穌的人性失去他的一種的功能跟意義 耶穌如果在世界上就是一個神性在做主的表現 那他後來為人被定在十字架上 這意義到底多大這樣子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在第七第八點 我這邊提到的東方的波斯的基督教的發展 事實上是跟著這樣的一場神學論真 關於基督的論真是有關的 那我們看到到第三波運動的時候 這個早期敘利亞語還是一個最主要的亞洲的基督教語言 但是等到慢慢的兩邊的政治局勢改變以後 第八點我這邊提到羅馬帝國開始接受基督教為國教以後 反而是東方的波斯轉而開始迫害基督教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消長關係 當羅馬帝國在迫害基督教的時候 基督徒會跑到東方去躲在波斯邊境或是波斯帝國裡面 比較安全 但相對的等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為合法宗教以後 波斯帝國反而改變政策開始迫害基督徒 所以第八點這邊提到在波斯裡面被迫害的基督徒 人數也相當的多 那東方基督徒很像非洲的基督徒 很踴躍的採取一種殉道的這樣的態度 這點也是我們看到很有趣 在東方的基督教跟在南方基督教 都比較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情感性的表現方式 好 那第九點就是我剛剛講到的論真 那個論真 在第五世紀末的時候 西方的基督教提出加克敦的一個 開了一個加克敦的會議 提出了一個加克敦的教條 在這個加克敦教條裡面就提到我剛剛講到的 反對把耶穌人性跟神性過度分離這樣子 過度分離 那這樣的一個運動導致聶斯多留派 就是比較主張耶穌的人性跟神性要區隔的這一派 就被判為是有問題的 那他們就慢慢慢慢的往東方走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波斯的運動 就越離西方越遠 一直往東方推進 那到第十點我們看到 他身上有兩個認同同時結合在一起了 一個是文化的認同 一個是在宗教自己的立場上的認同 我們看到基督教傳到波斯以後 被西方排斥 所以政治上開始認同波斯 神學上則比較變成是聶斯多留派 就是我剛剛講的主張 這個基督的人性跟神性是比較分開的 這樣的一個思想 那反對埃及的亞歷三大學派 埃及的亞歷三大學派 現在要強調耶穌神性跟人性 要比較是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的一個 兼有政治跟神學意涵的新的身分認同 就讓波斯宗教採取一個很清楚的立場說 我們是一個東方的基督教 跟西方的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 在文化認同跟政治認同上是波斯認同的 在神學上採取聶斯多留派 那相對於西方走向的是拉丁文化的認同 羅馬的認同 但神學上走的是基督跟 基督的人性跟神性是結合的 這樣的一個神學 那這樣一個神學呢 在北非走得更極端的 就變成是我在這個講義第九點講的這個 基督一性說這個學派 基督一性說就是說基督呢 的神性跟人性呢 後來合起來了 基督只剩一個性 不是兩個 不是神性跟人性分開的 而是兩個合成一個整合的 那那個整合的那個性呢 要稱什麼 他們用Divine Human 就是神人結合的一個特質這樣 那這個很清楚 你看東西方就採取了不同的立場 跟不同的神學傳統 那這樣的一個教會呢 他開始就決定要往東方發展 我們剛剛介紹第一波是 比較是猶太人 再來第二波是敘利亞人 那敘利亞人就留下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傳統 就是使用敘利亞文 作為東方基督教最主要的一個語言 那就像西方基督教 後來是以拉丁文為主要的 那在東方呢 則是敘利亞文成為最重要的 事實上今天 基督教的新約聖經 所擁有的敘利亞的操本 還是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重要 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學者 真的要研究那個新約的那種 非常深的這種差異性的學者 他如果不懂敘利亞文 他就不能去用那些現在還存在的 很多敘利亞文的操本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能從一個西方基督教的觀點 可能會去比較會去忽略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敘利亞的傳統呢 慢慢慢慢的我們剛剛提到它轉化成為 是以波斯人的身份認同為主的一個 宗教傳統 我們剛剛介紹到第十點 所以這樣的一個宗教傳統 使用敘利亞文 但政治認同是波斯的 那神學上呢 他又採取了一個跟西方稍微不一樣的 比較偏向把耶穌的神性跟人性 維持一種比較是分格的這樣的一種的強調的一個神學傳統 那這個傳統在基督教歷史上被稱為聶斯多流派 那聶斯多流派主要就是這個領導者就是這位神學家聶斯多流 那聶斯多流我們剛剛有提到他 他有兩個最重要跟後來的正統基督教 或者是西方的基督教 或者是跟埃及的那個基督教傳統有衝突的地方 一個我們剛剛提到了 他把這個耶穌的神性跟人性做了一個比較強的一種的區隔 另外一個是上一次我們在介紹婦女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瑪利亞瑪利亞學的發展 那這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埃及的基督教在亞利山大的埃及基督教 他們喜歡把瑪利亞高舉稱他是上帝之母 上帝之母上次有提到 那對聶斯多流來講 如果耶穌的人性是那麼重要的 瑪利亞最多只能可以稱為是基督之母 而不可以被稱為是上帝之母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東西方很明顯的 在這樣的觀念上有所不同 那這樣的一個聶斯多流的基督教 我們看到他就因為政治局勢的改變 他就開始往東方發展 所以我們翻到第三頁 他們開始沿著施路 隨著這些商人 經過了西伯利亞大草原 經過中亞匈奴人 一路到達這個施路盡頭的中國的長安城 在唐朝的時候 在12點我們談到這一位宣教師 叫做阿羅本 在635年左右 他加入了中國的駱駝商隊 那經過長途的旅行 到達長安 成為第一個抵達中國的基督教團體 那在當地他們找到了在地的一些宗教的學者 邀請他們協助幫忙翻譯這個聖經 要將敘利亞文的這個宗教語言 轉化成為在地的中國語言 那當時候因為沒有任何的基督徒 在地沒有基督徒 所以很有趣的是他們所找到的宗教學者 是帶有佛教背景的 是帶有佛教背景的 所以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他們後來的一些翻譯 剛剛影片裡面提到 他們把所有的這些在敘利亞 敘利亞傳統裡面被稱為罵 罵我們記得他原來在亞蘭文的傳統 就是主的意思 耶穌也常被稱為是罵 但罵這個字其實後來變成在敘利亞的宗教傳統裡面 就是神父的意思 或是就是指這些神職人員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影片裡面 這個警教的這些最早的翻譯者 把罵這個字翻成了生 所以剛剛看到那個石碑上面很有趣的是 那些最早的每一位這些宗教的領導者 他們上面都加了生這個字 就是很有趣的是你看到他翻譯的一個 一個這種文化的脈絡是佛教背景的 那包括警教這個名字 警教這個名字 把它稱作是光明的 一個光明的宗教 這個本身也有這樣的一個背景在 所以很有趣的是 這個唐太宗後來不但出錢幫助他們翻譯聖經 還幫助他們建了教會 那他們建立了教會 我們剛剛影片裡面看到一個 那種大秦式的一種特殊的一種建築方式 就是採取佛教的那種Pagoda Pagoda我們說是一種佛塔的形式 以佛教佛塔的形式 但是加以一點點的這種 加以一點點的轉化 變成是一個常住型的教堂的形式 那剛剛跳 我們剛剛回去看前面的影片裡面 我有提到這個 影片裡面有提到這位非常重要的 敘利亞的聖詩作家 也是敘利亞的詩人 那影片裡面把它翻作以弗冷 那一般的歷史書有的把它翻作以法連 那根據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 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不同形態的音樂 其實源頭可能是從這位 Ephraim當時候寫的詩 然後被譜成這種帶有東方 還有西方結合味道的音樂 這個是順便介紹一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涅士多流派往東傳 那一路長途跋涉經過失路 最後到達長安 就是在中國傳的這個警教 那我們今天留下來有一些 很有趣的這些圖像 我們看到 涅士多流派在蒙古 還有在一些當時候回族當中 也有接受了一些信徒 在那邊也成立了教會 他們的主教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這種服裝跟穿著的形式 其實是非常東方式的 這是另外一張圖提到 這個借著失路北路南路 一路傳到這個長安 那剛剛看到的大秦寺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Pagoda的形式 一個Pagoda的形式 它開始慢慢發展出自己獨特的一些基督教的象徵 特別在墓碑或者是在一些教堂裡面的裝飾裡面 開始出現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 下面是蓮花 然後上面是一個這種東方的十字架的形式的 波斯的 我們有人稱它是一種波斯的十字架的形式的 或者是敘利亞的十字架形式的 一個很特殊的一種融合的形態 所以下面是帶有這種東方的佛教背景的文化 但這個上面長出來的 卻是一顆新的宗教的形式 十字架 剛剛看到的這個大秦寺教流行中國碑 這個碑文其實只有幾百個字 其實是一篇簡史 簡單的描述這個景教去到長安 在中國流行發展的一個簡單的歷史 這樣短短的幾百個字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學者 就投入對這篇碑文的研究 今天我們大概從這樣的研究當中 大致上可以了解當時候的一個發展 它確實盛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到第九世紀才被因為禁教 才慢慢的被壓制 但根據剛剛的影片的說法 後來到馬可波羅去到中國 還看到說有隱藏的基督徒 剛剛那個學者Palmer他認為 因此可以證明這個景教 在當時候並沒有那麼快就消失 他還延續了一段時間 這樣的碑我們看到在 其實在今天很多的考古學挖掘 在中國挖掘出來相當的多 有一些公園裡面他還把挖掘出來 通通放在石碑的一個室外的展場 今天出土的文物其實不少 那都是帶有一種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融合味道的一種的這種象徵 還是看到墓碑 它就是下面是有這種蓮花的象徵 上面是脫絲的十字架 那剛剛也提到敘利亞文 有的被使用 那當然剛剛看到也有看到敘利亞文 跟這個漢字放在一起的 好 那大概我 我們大概簡單把這個 基督教往東方的發展 到這個特別到景教的部分 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剛剛影片裡面有做了 類似的一個整理 我也把它寫在第13點的地方 就是東方教會的宣教跟生存方式 跟西方教會相當不一樣 那相對於西方教會比較著重一種 政教的關係 比較著重一種政教的關係 那還會特別是很容易是去 運用跟這個有權利者 在位者的一種的連結 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這個大貴勾立教宗派的宣教師奧古斯丁 去到英國 他就先去找英國的肯特的國王 得到肯特國王的接納之後 他就藉著這樣一種政治的特權 他就可以快速的去推展發展 後來的歐洲的法蘭克人 非常有名的查理曼大帝也是一樣 查理曼大帝成為基督徒以後 甚至使用武力去徵討其他的族群 那藉著這樣一種武力徵討的方式 要求他們轉化成為基督徒 所以這樣的西方的模式很不一樣 東方完全很不一樣的方法 就是剛剛提到 他比較是以一種商人 比較是以一種對話 協商妥協的一種宣教模式 另外早在敘利亞文化裡面 很多的基督徒學者 他們很早就投入在把基督教 從希臘文翻譯成敘利亞文 甚至翻譯成其他的阿拉伯文字 這樣的一種能力 那這些基督教學者 後來成為東方國家 很多國家裡面的智庫 會後來等到伊斯蘭教 傳播的過程當中 伊斯蘭教要把他們的可蘭經 翻譯成在地的語言的時候 也會去借用這些基督教學者 他們的一種的專業 所以我這邊提到 藉著這種知識分子的角色 這些基督徒的知識分子 扮演一種跨文化媒介者 這樣的一種的微妙角色 也讓基督徒在當時候的這種 好像伊斯蘭教非常強大的優勢之下 仍然擁有一種的生存的空間 所以商人跟知識分子 專業的智庫這樣的概念 我想在東方基督教 有比較特別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我順便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東正教的一些簡單的概念 那特別介紹一下這個東正教裡面 他們比較特殊的一些宗教特質 我們剛好上個禮拜 有一部分同學有去 我們校外教學的時候去參訪了 這個正教會他們的聚會 那這就是屬於這個傳統的 那這個東方教會跟西方 拉丁教會的分離 其實是超過我們這個課程的範圍 因為它是發生在第11世紀的時候 在11世紀的時候 東西方教會才正式分裂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在介紹 東方基督教的發展 我們就順便做一點點的延伸的 跟大家做一點點的介紹 特別談一下他們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我在這個講義裡面提到 軍事坦丁堡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軍事坦丁大帝 他其實本來定都在羅馬 但是因為蠻族在西方跟北邊 開始越來越威脅到這個帝國的存在 他覺得既然這個樣子 為什麼不把首都遷到 比較在歐亞邊境的地方 所以他就建了這個軍事坦丁堡 那沒有想到這個後來成為東方的 東羅馬帝國最重要的首都 那今天東正教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堡壘 也是在這個軍事坦丁堡 那我們剛剛談到這個當時候 經過幾場的論爭 譬如剛剛提到的捏斯多流論爭 基督一信說的論爭 那慢慢的這個東方教會 神學反而經過這樣的一種正義性分裂 他慢慢的比較沒落了 東方教會的勢力慢慢沒落了 反而是西方羅馬教宗開始高舉起來 那在這當中呢 東西方教會又發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衝突 就是對可不可以使用圖像這件事情 產生非常大的一個衝突 至少在那個時候 至少在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皇帝 東羅馬的皇帝本身 對圖像的不喜歡跟禁止 造成國家跟教會中間非常大的衝突 這就是非常有名的 反圖像的一個論爭 我們等一下下面第四小點 我會再稍微介紹一下 但比較重要的是 東西方教會越來越分離當中 又加上後來回教勢力 佔領了這個歐洲之後 讓東西方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導致以後來因為權力的 教權的一個導火線 爭議的導火線 造成了1054年 東西方教會從此就分離了 所以今天西方教會我們稱為拉丁教會 或者是羅馬大公教會 東方教會稱為正統教會 很有意思的是 兩個教會各選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字 西方教會稱為大公教會 這就是今天天主教這個字最重要的來源 我們今天稱西方的基督教Catholic Church 我們台灣翻作天主教 其實它真正的翻譯應該翻作大公教會 所以在西方的天主教會 他們抓到這個關鍵字 我們這個教會是行跨所有的 大公這個字就是一種普遍的 所有的都在我們之下的 大公這個概念有一種 要把所有的教會都容納在它裡面的這個概念 到今天西方的天主教會還是用這個作為它最重要的認同 Catholic Church 那很有趣的是 東方的教會則找到另外一個關鍵字是正統 Othodox 正統這個字是正確的思想的意思 Otho是它排得很整齊的意思 那Doxa就是思想 這有點像我們今天那個牙齒矯正 牙齒矯正就是Othodentist 牙齒要排得整齊一點 那正統教會說 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跟思想要排得很正確很整齊 所以他們自稱自己是正統教會 所以東方的基督教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們還是堅持說我們的神學比較好 我們神學比較對 那西方的基督教則是說我們的教會比較大 我們教會是行跨所有的 兩個你看很有趣各選了一個不一樣的身分認同的這個關鍵字 好 那我再順便介紹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就是兩邊東西方教會對誰是真正羅馬的繼承人 也有不同的說法這樣子 那當第一羅馬就是真正的義大利的這個羅馬 在476年被蠻族這個攻占之後 當時候基督教的重心轉移到軍事坦丁堡 那東方的教會就趁這個機會開始宣稱 軍事坦丁堡已經取代了羅馬 軍事坦丁堡成為所謂的第二羅馬 所以羅馬跟軍事坦丁堡一個稱第一羅馬一個稱第二羅馬 那西方基督教後來 雖然羅馬這個城市一直是在這個搶奪當中 但是不久藉著蠻族特別是法蘭克人的幫助 教宗終於掌握了某一些的土地 就成為今天的梵蒂岡的一個前身 所以羅馬並沒有真的消失 不過變成另外一個形式這樣 所以用西方教會的看法 這個羅馬一直都在那裡 這樣子 但東方教會卻會主張說這個羅馬 當初已經淪陷了 所以他的這個繼承權已經轉到了軍事坦丁堡 就被稱為第二羅馬 那很有趣的是軍事坦丁堡後來也經歷了他自己本身的轉變 在1453年的時候軍事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佔 額圖曼土耳其人最後佔領了軍事坦丁堡 又把他改名為伊斯坦堡 所以今天有機會去伊斯坦堡 旅行裡就會發現那個城市跟那個土地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往下挖都是歷史 在那個上面那個好像是一個回教的世界的底下 其實是一個基督教的世界在那下面 那舊的建築在舊的建築上面再蓋上新的建築 或者是把舊的宗教傳統轉化成為新的宗教傳統 那這個是一個滿有意思的發展 那軍事坦丁堡淪陷之後怎麼辦 東正教的說法就是 他們早就在之前已經在莫斯科 重新建構了一個新的中心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 莫斯科這個俄羅斯接受基督教以後 很早就開始把軍事坦丁堡的一些文化 複製到莫斯科 其實最早是基輔啦 後來再複製到莫斯科 所以你看到在軍事坦丁堡最大的一個教堂就是 蘇菲亞大教堂 到今天還是最漂亮的一個 當然現在已經 曾經一度改為清真寺 那現在變成是一個博物館 那同樣的這個蘇菲亞大教堂就被複製到莫斯科 墨斯科也有一個 哈亞蘇菲亞大教堂 所以根據東正教的說法 這個軍事坦丁堡在1453年淪陷之後 這個繼承權又轉到了北方的墨斯科 就是稱為第三羅馬 那今天我們不要忘了 在舊東正教本身來講 最大的信徒的所在地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今天是 東正教的基督徒人數最多的 幾乎佔三分之二的東正教的信徒 是在舊的蘇聯 今天的俄羅斯 所以這個轉移本身 你就會看到對歷史詮釋的不同 西方的教會主張羅馬一直坐在那裡 可是東方教會說 他從羅馬轉到軍事坦丁堡 再轉到莫斯科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最後面稍微介紹一下 所謂的反圖像論真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 因為圖像的發展是一個 就歷史的角度回來看是滿自然的 那我在四點A小點有提到 為什麼東方教會會那麼重視圖像 這中間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我們剛剛那個影片其實有稍微 對不起 前面的PowerPoint有稍微點到 就是東方的宗教傳統好像喜歡 要看得到的 看得見的一個宗教的形象 最好是我有一個可以看得到的宗教形象 耶穌 耶穌要有一個像 耶穌要到底長什麼樣子 所以有一個圖像 這比較是東方式的思維 是一種可見的宗教象徵這樣子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爭議點就是 也不是爭議點 發展的重點 就是我的四點A小點 圖像其實有非常重要的教育功能 圖像有非常重要的教育功能 所以圖像早期被人家稱作是文盲者的聖經 或者稱它是一個沉默的講道 Silent sermons 你看到圖像你其實不用講 不用言說 看的圖像就已經看到它的信息了 或者是看到圖像的一系列的圖像 它已經是一個讓文盲也能夠去理解的 信仰的故事了 所以它其實本身是有一個實際的功能的 作為教育 作為人宗教的一個可見的象徵 但是對圖像越來越看重的情形下 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迷信 把一個像 圖像當作是抹拜的對象 這是一種迷信 那事情的發生就在第八世紀 東羅馬皇帝李奧三世 他開始在君治坦丁堡先下令摧毀一個聖像 那個聖像其實是在他宮殿的一個棋樓上面 一個非常受人遵從的一個聖像 他每天騎馬從那裡經過都會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抹拜那個聖像 他下令去毀掉那個 結果他的工作馬上引起修道院修士 還有教會的一些領導者的反對 甚至很多人殉道要來反對這種破壞圖像的行為 所以這個事情在東方教會造成兩個世紀 前後將近兩個世紀的非常大的衝突 那我們直接跳到結論在西小點 787年的時候皇后Irene就召開了尼西亞會議 這是所謂在東正教叫做第七次的大公會議 不是我們之前有介紹 早期也有另外一個尼西亞會議 在這次的會議當中 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說 把對上帝的態度跟對圖像的態度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區別 對上帝是敬拜 對圖像則是遵從 那遵從有的這個 有的書翻例成禮敬 那英文就不一樣了 英文這個敬拜我們一般說worship 是對一個神明的一種的敬拜 遵從這個字則是veneration 只是把它看作是有榮耀的 有光榮 並沒有把這個對象當成是神這樣子 所以這個字很有意思 這個字同時被東西方教會拿來使用 東方教會用veneration這個字 來稱他們所在對他好像在禱告 對他在尊敬的這個圖像 圖像是icon 那veneration這個字我們下禮拜要介紹 西方教會的聖徒傳統 西方教會把veneration這個字也用來指聖徒 還有包括上禮拜講到的瑪利亞 聖母瑪利亞 所以天主教會會說我們從來沒有在 我們並沒有在拜瑪利亞 沒有在敬拜聖徒 只是遵從他們 禮敬他們而已 東正教也會說我們並沒有在拜圖像 我們只是在遵從圖像 在禮敬圖像而已 這是第一個 這一次的大公會議裡面 做了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第二個很有趣的是icon這個字 我們有的翻圖像 有的翻圖像 在東方教會的傳統 在這次會議當中也決定 圖像必須是平面的 平面的 它不能是立體的 那立體的就變成什麼 立體的變成idle idle就是偶像 所謂的偶像 那很有趣的我們不要忘了 西方的羅馬天主教會 它是可以接受這個idle的 就是接受立體的雕像的 那在東方的聖像傳統裡面 只接受這個平面的 我們等一下很快的看一些 最後來看一些圖像 圖像都是平面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會議就終於解決了 在東方教會的這個紛爭 最後今天我們看到今天 整個東方教會 基本上是接受圖像的 但他也給了他這兩個很重要的定義 圖像只能遵從 不能敬拜 第二個圖像必須是平面的 那我們到這裡我做一個小結論 在這個結論的 給大家看圖好了 這個圖像的發展 在東方教會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最早是 就是用這樣的馬賽克在表達 查士丁尼非常有名的 在Ravena這個地方的一個圖像 他的皇后的圖像 那東正教的圖像你看都是平面的 而且很有意思是 但是東方的圖像基本上不容許太多的改變 你可以看到他幾乎 那個圖像的主題很少有變化 這個iconographer 就是繪畫圖像的這些畫家 其實被看作是 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宗教領導者 不是隨便人可以去畫的 他們要畫圖像以前必須要有禁食 要禱告要敬拜 才可以去畫這個像 所以畫這個像本身就是一個神聖的行動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是 不能隨便做創意的表現 可是你看到在西方的基督教就不一樣了 西方的藝術史的傳統你看 每一個畫家可以有自己的新的創意跟表現 那東方的圖像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所以我們用一兩分鐘很快把它看完 你看這些圖像都是固定形式的 瑪莉亞跟嬰孩 小小的耶穌這樣子 三位一體 這是很有名的 亞伯拉罕曾經看到三位上帝的使者 他們就把這個故事轉化成為三位一體的主題 最重要的在東正教裡面最有名就是這個 在教堂的上方基督的一個大幅的像 稱他是宇宙主宰這個像 Pontocrator 這個像幾乎在所有東方的教會的大教堂 你都可以看到只是不同的形式 那像耶穌的這樣的一個聖像 你可以看到他幾乎很少改變 都是同樣的一個形式出現 這張也是一個埃及的圖像 所以聖像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成為東方教會的一個傳統 他們常常在家裡面有一面牆 就擺設這樣的圖像 可以對這些聖徒禱告 然後禮敬跟遵從 對這些都會不會有不同的 然後我們會來自我 給我們一圖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